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这个碎牛肉切好的 那一会儿我再把这个豆瓣酱 我们用刀把它切碎一点 它里面有很大的颗粒 这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那个散物器 米粉 泡了从昨天晚上泡了8个小时吧 用凉水泡 这样才能泡透 待一会儿我们再用 那个散物器 开始面过一遍 它就就好了 大家切记这个米粉 大家看用凉水 它在那泡透 如果当时你就用开水煮的话 它是有加生的 为啥要给大家出这期视频呢 因为我们在国外 能吃上这个 炒米粉 非常不容易了 下面我们开始操作 我们把芹菜下入这个开水中 烫个两分钟 因为芹菜 比较厚实一点 把它烫 烫得八九成熟吧 再捞出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米粉 下到这个烧开的水当中 烫上一个两三分钟 这样就行了 这个米粉煮开了以后 两三分钟以后 我们现在用凉水给它过一下 一过凉水 那以后我们现在开始操作 锅中放入油 我们这料油 里面有很多八角丫 花角丫的味道 咱们把肉放进去 干炒 把水分炒干净 这个肉末炒成这样子 水分炒干了以后 我们就把这个 我们剁好的豆瓣酱下入 剁好的豆瓣酱下入 完了以后 一定要把它红油炒出来 一定要把切记红油炒出来 这个才香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皮鸭子下入 完了以后 把我们这个芹菜段下入 完了以后 我们这个冰糖 我们这次的红油也炒出来了 大家看 这芹菜是开手烫着 这时候我们调下味 鲜盐不能放 因为这个豆瓣酱里面有很多的香盐 我们就把米粉进去翻炒一下 行了 我们把米粉加入 进去翻炒 大家看这个米粉 我们炒一炒 完的火 这样就差不多了 这样子我们这个炒米粉就好了 大家看 在国外吃上一个自己做的炒米粉非常不容易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红月李托 希望大家点赞关注和在评论区进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